伊朗时间19号凌晨 中部伊斯法罕地区传出爆炸声 现在伊朗媒体也报道当地遭到飞弹攻击 而且伊斯法罕地区里还有一座主要核能设施 美国ABC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说法 证实是以色列飞弹攻击 另外伊斯法罕国际机场 以及临近一座空军基地也传出爆炸声 部分领空紧急关闭 航班及时追踪网站显示 至少八个航班改道 除了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 也有居民通报听见战机和爆炸声响 叙利亚报告说 为在南部的叙利亚军队基地遭到攻击 稍早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 以及伊朗外交部长都警告 以色列要是敢轰炸伊朗核设施 作为对上周的军事行动的报复 伊朗也会进行对异打击 以色列攻击伊朗消息传出不久 国际油价马上禁阳3%